說這個時候還要走安全梯嗎 其實應該在講就是說 很多人在談火災的影片 他會把很多不同的情況混在一起看 那這樣子你就不容易找到答案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條件先把它區分出來 所以剛剛范老師所提到的 就是說消防隊後來是走安全梯 然後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留在房間 其實他是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 所以你把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混在一起看 你當然就會出現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一直覺得當我們 你起先是在房間裡面 後來才救你才從安全梯 對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談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把所有的條件設成的是一樣 然後你的變數只有一個 所以簡單來講 當時如果他開門看到 他走道是有煙的 有濃煙的 這時候他本來就不應該出去 這個就是他的唯一的選擇 看到煙就不要出去 對 這是有煙熱的時候 這是他最好的選擇 因為很多人會講說 那我留在裡面 那有可能火勢擴大 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在當下 你就已經出去了 你搞不好連火勢擴大機會 你都沒有看到 你就已經 嗆死在那裡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你要去選擇的是相對安全 所以這時候留在房間 一開始一定是相對安全 那再加上 不好意思 我請教 如果這樣會動多久 沒有 這裡面就會牽動到 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說火災有辦法動多久 會牽動到他裡面的很多變數 那裡面很急 對 但是這裡面我們就說 因為你要有相對安全的概念 那所以你做完這個動作以後 你接下來要做的 不是你關門就沒事 所以像我昨天在我的粉絲團 就寫了一篇文章 以當時有一個人敘述的情境 他開門看到外面有農煙 我說如果我在現場 我會怎麼做 第一個我一定會關門 第二個因為他看到那個空調 有煙進來 所以如果我知道那個現場 因為我有這種習慣 先會去看看他有沒有空調的開關 如果是我 如果我找得到空調開關 一開始就已經注意到 我會 第二件事情 我會關空調 空調關掉 對 關掉 因為他才不會有對流 他才不會有馬達機去送風 因為他在空調裡面有很多 他為了要氣流的交換 要外氣的交換 他一定會有外面的風進來 那因為這時候外面都是煙 所以那些煙有可能會被抽進來 那你們去住都有住空調嗎 會 我想會嗎 我怕冷所以我都要關掉 因為你要調一下冷氣的溫度 那這個是等於說 這是在不同的時段 你要做的不同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關在裡面 第一關門 第二關空調 如果他是有空調 會波及的前提 那第三個我就會打電話給消防隊 我就會去問現在整個火災的情況 因為你在裡面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應該去了解火災情況 然後消防隊他知道整個救災的過程 他也知道現在發展的情況 然後就跟消防隊做搭配 那在這樣搭配的情況底下 你的安全才會有保障 那後面可能會有更多的變化 所以就會出現到消防隊 他評估完了以後 認為這時候 我帶你出去 對你來講是最安全的 才會有後面講走安全梯這一件事 昨天他們還有一個 我覺得昨天那群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還蠻有知識的 他們除了把那個毛巾弄絲堵在門縫 他們還毛巾弄絲 放在自己的鼻孔 然後趴在地上 因為那個一般來講 那個醫院是會往上 對 他們用那個方式來吸收他們的氧氣 所以他們才等到消防隊員 要幫我撐那麼久 他們撐到消防隊員進來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這個應變還算是蠻 這樣做對嗎 我覺得基本上採第一支是絕對是對的 那至於要不要用絲毛巾 我覺得我個人不認為他有那麼重要 他基本上來講 因為在早期會主張用絲毛巾 是因為早期的建築大部分都是木造 所以他燒起來會有墓灰 那墓灰這時候你用絲毛巾 你可以攔住這些墓灰 可是隨著時代的發展 現在我們大部分的家裡看到的東西 都是屬於石化產品 所以他燒起來不會有木灰 可是他會產生大量的有毒氣體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絲毛巾 是攔不住這些有毒氣體的 但是他可以攔住這個濃煙裡面的 少數的澆油跟碳粒子 所以你不能講他完全沒有用 可是他最主要會自女已死的因素 他沒有辦法防護 所以這個時候你去選擇沒有壞處 但是他也不是你生死的關鍵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做取捨 如果你有多的時間 你剛好也有這些東西 你要去用沒有問題 可是你千萬不要為了要拿這個東西 你把它當作最重要的 OK 天空兄再請教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像這個錢貴KTV 這種門或者這個墻壁 裝潢有沒有規定要防火 要撐多久 他會有一些耐染的規定 有 他有一些會有一些這樣子的規定 但是那個我們在講的內裝的規定 大概就是指牆壁 窗簾 但是像你做的沙發椅那些他就不會去要求 對 我的意思是說好 我門關起來了 我也用絲毛巾攤起來了 火來了 那我能撐多久 其實基本上來講一個門 在國外的研究不要防火門 基本上來講如果你有濃煙 因為我們主張關門是什麼 是今天你有濃煙的情況 對 有濃煙的情況 代表那個地方缺氧 所以那個門根本不會燒起來 所以你今天要考慮的是 今天有多少煙進來 而不是這個門可以撐多久 關門是要把煙擋住就對了 對 重點 重點是傷害被煙 再請教一下 你說不燒起來 這是今天公佈的 今天公佈的內部的狀況 裡面不燒起來 裡面燒得默默默默 裡面燒得默默默默 那個是在走道 對 走道 因為它空氣會對流 我現在是講 其實你應該 我們要看的是那個房門關起來 那個房間裡面的怎麼樣 那不會燒起來 有煙就燒不燒起來 對 因為在外面有濃煙的時候 那時候會缺氧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你在有濃煙 那如果這個時候有人把門打開 他的狀況就改變了 因為你房間的氧氣就出去了 那個就不一樣 所以我在講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條件一定要講得很清楚 了解 外面有濃煙你關起來 有濃煙的區域缺氧 所以那個地方理論上是不會燒起來 除非你有人再去做通風 了解 或有人再進入給他更多的氧氣